另外日前一场名为2018联合国华人春节联欢的晚会 在洛杉矶完美落幕 历时三个小时的晚会来自多个国家的演员 让百年历史的洛杉矶圣盖伯大剧院星光熠熠 晚会分为颁发世界杰出华人奖和文艺演出两个部分 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和加州参议员候选人 五国庆等政要到场祝贺颁奖 近一千五百名观众观看了当晚演出 这部分中文化也让我们下一代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联合国华人春节联欢文会旨在借着中国最盛大的传统佳节 以独特的视角及文艺演出形式 引导华人华侨弘扬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激发华人华侨积极的精神状态 全力推进传播中华文化 并借此凝聚海外华人力量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孙房斯达洛杉矶报道